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心灵对话主题是 一分钟克服舞台恐惧症 不管是在演讲 做简报或婚礼致辞时 我们都将站在大庭广众前 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姑且不论台下有多少观众 对着群众讲话都要有点勇气 有些人对这种场合的反应更是严重 我就曾看过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 在台上时紧张到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之所以产生舞台恐惧症 事源自于在众目睽睽下会很放不开 我所说的话将不会得到赞同等不安的想法 想要戒除焦虑 对上台不再心生畏惧 就必须调整大脑中主导情绪产生的性人和 性人和主要负责掌管焦虑 急躁 惊吓及恐惧等负面情绪 一旦面对突如其来的刺激 性人和会抢在大脑弄清楚发生什么事之前 就先用恐惧这一类的强烈情绪 来支配身体进行快速反应 进而转成战或逃本能模式 按压身体经络的某些穴位 可以抑制性人和的反应 这种方式和情绪疗法有点类似 也可称为止压 当我们按压身体经络上的一些穴位时 可以让心情放松 同时激发大脑产生新的感觉 我的好友约瑟夫阿尔·毕曼·杨 是昆达里尼瑜伽老师 同时也是具有执照的针灸师 他的专长是帮人释放压力 舒缓紧张 不被负面情绪绑架 他说 适度刺激某些穴位能影响我们的精神状态 当我们对于上台感到惊慌焦虑时 先用中度力道按压外观穴 在前臂外侧 手腕横纹上三横指处 按压约一到三分钟 便可产生勇气和自信 克服我们对外接触时产生的恐惧 当你需要上台演书或当众表演时 记得使用这个神奇的诀窍 也别忘了和你的朋友们一起分享 这是今天的心灵练习分享 帮助打开你的内在力量 转化生命能量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你的生活充满奇迹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 最后饿了 backstage 优优独播放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